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港澳各界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继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振奋人心 为进一步推动港澳地区一国两制实践指明了方向 普京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9分钟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出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 他希望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站高望远 居安思危 守正创新 务实有为 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 推动澳门特别行政区各项建设事业跃上新台阶 会场内气氛庄重热烈 主席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格外醒目 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成 和夫人郑素贞陪下步入会场时 全场起立 热烈鼓掌 上午十时 庆祝大会即就职典礼开始 全体起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卓歌 大哩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佩权 成ads als华人民共和国国队 主席台上升 数千度地奏都 习近平走上主席台监视 贺一诚首先宣誓就职 本人贺一诚仅此宣誓 本人骤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必当拥护并负责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澳门特别行政区 他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 举起右手 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庄严宣誓 宣誓完毕 习近平同贺一诚紧紧握手 接着由习近平监视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 在贺一诚带领下宣誓就职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司司长 必当拥护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提起澳门特别行政区 尽忠职守 遵守法律 连结奉公 协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服务 宣誓人 王少泽 宣誓完毕 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致意 之后由贺一诚监视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委员宣誓就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首先我仅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 向全体澳门居民表示诚挚的问候 向新就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赫一诚先生和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所有关心支持澳门发展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表示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限制秩序 牢固确立 治理体系日益完善 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居民生活持续改善 社会保持稳定和谐 多元文化交相辉映 习近平指出澳门地方虽小 但在一国两制实践中作用独特 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可以获得以下四点重要经验 第一 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坚持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和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统一起来 意志坚定 从不为一时之曲折而动摇 从不为外部之干扰而迷惘 善于把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和一系列政策支持带来的机遇 成事而上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 只要对一国两制坚信而笃行 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就会充分显现出来 第二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 广大澳门同胞旗帜鲜明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限制秩序 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正确处理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 有关问题 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 坚持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一国原则底线 自觉维护中央权利和基本法权威 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才能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得稳走得远 第三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 广大澳门同胞以主人蒙意识 把成功实行一国两制澳人制澳高度自治 作为共同使命 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探索适合澳门实际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切实有效改善民生 坚定不移守护法治 循序渐进推进民主 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让澳门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 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 当家做主的澳门同胞 完全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 把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 第四始终助劳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 广大澳门同胞素有爱国传统 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这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最重要原因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坚决落实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制澳 爱国爱澳力量日益发展壮大 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在澳门社会 具于主导地位 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 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 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 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坚持与时俱进 进一步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水平 二是坚持开拓创新 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是坚持包容共济 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习近平强调 香港 澳门回归祖国后 处理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事物 完全是中国内政 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意志 坚如磐石 我们绝不允许 任何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 澳门事务 习近平指出 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 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我们坚信 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 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 把一国两制实践发展得更好 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得更好 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得更好 习近平最后说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 势不可打 香港 澳门 与祖国内地 同发展 共繁荣的道路 必将越走 越宽广 贺一诚在致辞中说 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我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我们将以协同奋进 变革创新 作为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理念 解放思想 科学决策 敢于作为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以更大的勇气 和与时俱进的变革创新能力 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以扎实的工作成绩 回报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广大居民 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相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 澳门一定会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 共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丁薛祥 王晨 张又霞 王毅 马彪等出席庆祝大会 即就职典礼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澳门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 以及澳门各界代表和特邀嘉宾也出席庆祝大会 即就职典礼 一一豪江情 全权中国心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文艺晚会 十九号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观看了演出 演出现场 灯光璀璨 欢乐喜庆 舞台正中 光影勾勒的巨型莲花景观绚丽绽绽放 二时时许 欢快的乐曲声响起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和夫人霍惠芬陪同下 步入晚会现场 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五月齐名 热闹欢腾的南岳舞狮表演 拉开晚会序幕 我和我的祖国 妻子之歌等经典歌曲 抒发爱国爱澳的无限深情 我想飞 我想飞上星星 我想飞上星星 我就是要证明 中国人一定行 澳门人一定能 多媒体情景讲述 光阴的故事 以独特视角 表现了澳门回归祖国 二十年来的归簧成就 刚毅雄剑的功夫表演 豪江雄风 汤海激昂的经典诗词朗诵 《少年中国说》 展现出不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和中华优秀文化 在澳门的传承弘扬 身具传统韵味的 乐剧与男音表演 活力四射的现代舞 和热情分放的 普世土风舞 描绘出澳门中西文化 汇翠交融的独特魅力 尊敬的习主席 您在九九重阳节时 给我们设了违信 让八万八千澳门老人 倍感苦虎 亲爱的习爷爷 您这话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相信我们一定会传承好 爱国爱澳优良传统 情景讲述 温馨一课 表达了澳门同胞 对习近平主席的爱戴之情 歌曲《大湾区之美》 《大湾区之美》 期间制作广化 陵 walked pan news 连城一家 乘风破浪再出发等 唱出了新手相牵 共同独梦的美好愿景 整台晚会精彩分成 高潮迭起 赢得观众们振振掌声 晚会最后 习近平在崔士安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后任行政长官贺一成陪同下 走上舞台 同主要演职人员一一握手 并同全场观众一起高唱 歌唱祖国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澳门明天更加美好 晚会气氛被推向高潮 歌声和掌声会成欢乐的海洋 丁薛祥 王晨 张又霞 王毅 马彪等 一同观看演出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以及澳门各界代表和特邀嘉宾等 观看演出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号上午在澳门会见了刚刚就职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习近平祝贺贺一成就任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 他表示 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承担起领导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重任 中央政府对你高度信任 澳门居民对你充满期待 希望你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稳健施政 奋发有为 在前几届政府打下的良好基础上 不断推进澳门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 社会和谐 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把澳门建设得更好 中央政府将全力支持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 贺一诚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信任 他说 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将切实加强管制团队建设 着眼长远 破解难题 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他表示 一定会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努力工作 请习主席放心 丁薛祥参加会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号上午在澳门会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习近平指出 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管制团队富有朝气 充满勃勃生机 当前澳门发展正处于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关键时期 大家要牢记誓言担起重任 习近平对大家提出五点希望 一是强化国家意识 始终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观察思考问题 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二是强化为民情怀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一件一件做好民生实事 三是强化责任担当 拿出迎难而上的精神 感想感世 着力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四是强化能力本领 对照澳门发展的新要求和澳门居民的新期待 要有本领恐慌 树立新理念 掌握新方法 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势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五是强化清廉作风 做到甚毒甚出甚微 丁薛祥 王晨 张又霞 王毅 马彪等参加会见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成也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号上午在澳门会见了中央驻澳机构 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 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取得的辉煌成就 同中央驻澳机构和中资机构的辛勤工作 是密不可分的 中央驻澳机构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努力完成中央交办任务 积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中资机构积极参与特别行政区建设 与本地企业相得益彰 共同推动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发展 中央对大家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进行了全面部署 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 港澳工作的纲领和指针 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 希望中央驻澳机构和中资机构全体同志 进一步提高做好澳门工作的政治站位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坚定信心 砥砺前行 为推进澳门一国两制事业新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丁薛祥 王晨 张又霞 王毅 马彪等参加互见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成也参加互见 正在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活动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二十号下午视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驻澳门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他强调 要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全面提高旅行任务能力 为推进一国两制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下午三十十分许 习近平来到驻澳门部队新口岸营区 习近平首先检阅了部队 秀岳官兵整齐列阵 士气高昂 主席同志 秀岳部队列队完毕 请您检阅 中央委员部的实力员 徐长辰 开始 开始 是 成立 听这么好 书 在雄壮的阅兵许中 习近平依次检阅了 仪仗方队 防卫作战方队 防暴行动方队 反恐行动方队 应急救援方队 同志们好 主席好 同志们好 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习近平亲切问候 受阅官兵 官兵们响亮作答 敬礼 公共们好 主席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党主委 本党三将 作风有良 听党主委 本党三将 作风有良 听党主委 本党三将 作风有良 在作战指挥中心 习近平听取了驻澳门部队有关工作情况 特别是2014年以来履行防务情况汇报 得知五年来驻澳门部队取得不少新进步 习近平很高兴 习近平通过视频慰问了驻澳门部队珠海基地官兵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勉励他们牢记使命 聚焦强军目标要求 坚持战斗力标准 锻造过硬精兵 为有效履行澳门防务发挥更大作用 感谢主席关怀 我们一定牢记众痛 不如使命 请主席发心 敬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 祝澳门部队全体担保 同大家亲切握手 合影领面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驻澳门部队全体官兵 致以诚挚的问候 二十年来 驻澳部队 坚决的贯彻党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 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基本法 驻军法 出色完成 以旅行防务 为中心的 各项任务 展示了我军威武 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不愧为党和人民 放心 澳门同胞信赖的 忠诚卫士 驻澳部队 责任是重大的 希望你们贯彻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 你们应该在新的起点上 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全面的提高旅行任务的能力 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坚决维护澳门繁荣稳定 为推进一国两制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又霞 丁薛祥 贺一诚等 参加有关活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圆满结束在澳门的各项活动 20号下午 从澳门重专机返回北京 习近平是12月18号下午 抵达澳门 在澳门期间 习近平出席了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大会 即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欢迎晚宴 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文艺晚会 分别会见了 何后华 崔世安 贺一诚 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 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 纪律部队代表 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探望了中央驻澳机构 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检阅了驻澳门部队 考察了澳门便民政务服务 基础教育 和中国与普与国家经贸合作项目 从澳门民众广泛接触和交流 习近平还会见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欢送仪式上 澳门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献上鲜花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 向欢送队伍挥手道别 听薛祥 王晨 张又霞 马彪等 同机离开澳门 本带消息 在澳门回馈祖国20周年之际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德索萨表示 我祝贺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 对中方为促进澳门特别行政区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的努力 致以崇高敬意 坚信蒲中关系必将继续成为 不同政治和文化国家和谐共处的独特范例 澳门将继续为蒲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发表声明 表示蒲方赞赏一国两制方针 过去20年 一国两制方针使澳门取得了令人赞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焕发出生机 相信澳门将继续成为推进蒲中长期友好关系 以及中国同蒲与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平台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0号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互之赫电 祝贺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A星发射成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31年前 中国和巴西启动了地球资源卫星合作项目 开创了发展中国家航天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 成为高技术领域南南合作的典范 04A星的成功发射恰逢中巴建交45周年 希望双方落实好中巴航天合作10年计划 积极推进后续卫星合作 丰富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博索纳罗在贺电中表示 多年来巴中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04A星成功发射并投入运行 是双方取得的又一重大积极成果 将为两国自然资源监测与利用发挥重要作用 八方愿一如既往地加强巴中各领域友好合作 今天11时22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4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A星 该星是中国和巴西两国合作研制的第六颗卫星 搭载了由中方研制的宽幅全色多光谱相机 以及由八方研制的多光谱相机宽视场成像仪 其中宽幅全色多光谱相机分辨率可达2米 幅宽优于90公里 可以更好地满足两国用户在国土资源调查 评价规划监测以及应急管理农作物孤产 环境保护与监测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的需求 在30多年的合作过程中 不论是政府间还是研究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都很有价值 好像两国都离不开合作的成果 尤其会遇到很多的国家 我们双方制定了未来10年航天合作的计划 双方要达成了高度共识 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赠送埃塞俄比亚微小卫星 以及天秦一号技术试验卫星 天燕零一卫星 巴西伊优小卫星等八颗卫星 港澳各界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振奋人心 为澳门发展描画了新愿景 为进一步推动港澳地区一国两制实践指明了方向 澳门各界人士表示 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澳门20年来的发展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人鼓舞 因为澳门回归20年 经济发展是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 离不开内地兄弟省市的支持 今天习主席也肯定了 我们就要强化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这个定位 所以在这个发展的定位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的去开拓进去 今天很高兴很激动能够亲自听到我们习主席 一次又一次的对我们澳门的成就的肯定 也是给予我们澳门的人民大量的鼓励 澳门各界人士表示 习主席在讲话中还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提出了四点希望 为澳门在未来进一步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指明了方向 习主席的讲话非常是激动人心 深受鼓舞 习主席对澳门二十年来成功实现一国两制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特别是对我们提出了这个四点要求 特别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能够做好这个统筹的谋划 能够推动澳门经济的十多多元发展 要保障这个一国两制行文资源 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和科技工作者 我们会深刻的去认证的进行总结 配合国家的和澳门的这个发展战略 这个能够拥有到国家的发展大局 习主席提到的澳门关于我们社会稳定的那个促进的那个责任 我自己觉得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一些社团或者是一些社会人士 如何作为政府跟居民之间的桥梁 我相信澳门的未来 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可以达到这个社会稳定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目标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从我们的孩子方面多多做工作 从小在我们孩子心中种下美丽的中华文化之种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习主席的讲话总结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香港各界将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充分肯定了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成功时间 深入总结了成功经验 指明了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 我们深受鼓舞 悲感振奋 澳门一国两制取得的成效只是公用 有力表明处理特区行政区 15是中国内政 我们能够把香港澳门管制好 绝对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预 我们看到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到一国两制成功的实践 一国两制是行得通 会走得远 而且会得人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一国两制实践好 为我们粤港澳大安区的经济发展 民生发展做出最大的动力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目是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热烈祝贺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文章说 回归20年来 澳门沧海桑田翻天覆地 经济快速增长 民生持续改善 社会稳定和谐 莲花宝地开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文章强调 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 也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 有爱国爱澳的价值支撑 有澳门同胞的齐心协力 澳门这朵美丽莲花 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 更加迷人的色彩 国务院安委会今天宣布 将于12月下旬派出督察组 对重点地区安全生产工作 开展专项督察 重点针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到位 监管执法宽松软等问题 本次督察将结合明察暗访 突击检查 随机抽查等方式 推动整治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银保监会今天公布数据 今年1至11月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新增15.68万亿元 同比多增5897亿元 支持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增强 同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 减费让利等措施 推动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 进一步下降 1至10月 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平均利率6.76% 比2018年平均水平 下降0.64个百分点 今天渔坤高铁云南段正式开工建设 渔坤高铁线路全长699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经坤快速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成后 坤明至重庆和成都将由目前5至6小时 缩短至2小时 今天北京市首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 在海淀区成立 基地位于中湾村军民融合产业园 设有共享会议室 培训教室等场所和设施 为退役军人提供综合服务 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 也同期举行 吸引了近百家企业参与 今天由国家航天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等部门 联合主办的探月成就展 在广州正式向公众开放 此次展览分为宇宙区 中国探月区等9个区域 采用VR AR等技术 让观众沉浸式体验 宇宙之美与探月艰辛 嫦娥4号火箭回收物等 也将在展出中首次与公众见面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4月5号 近日陕西宜川黄河湖口瀑布景区 出现霓虹细水景观 景观是由瀑布反复冲击形成的水雾 升腾至空中 使阳光发生折射 形成彩虹悬空而成 冬天较为多见 在中国和波兰建交70周年之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波兰文版首发式 即中波治国理政研讨会 19号在华沙举办 中波两国政界 学术界等200多人参加活动 双方嘉宾共同为新书揭幕 中方向波方嘉宾赠送了新书 两国专家学者 围绕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文明互建等主题 展开深入交流 波方人士表示 波中交往远远流长 在国家治理经济改革等方面 有很多经验值得相互借鉴 作为中东欧的重要力量 波兰将以这部著作的首发式为契机 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俄罗斯总统普京 19号在举行年度记者招待会时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 普京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目前俄中两国达到前所未有的互信水平 这为推动双边经济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 未来双方将把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 中俄两国的合作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例如维护国际准则 建立多极化世界等 在多极化的背景下 没有国家能够成为世界唯一的中心 从而控制整个世界 而中俄的协作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俄罗斯会继续加强 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相信这对两国人民都是有益的 在谈及俄美和俄欧关系时 他说美国国会众议院 日前通过一系列对俄制裁法案 俄将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应 同时他表示 俄方愿随时同美方达成 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有效期的协议 他还说欧盟对俄实施制裁 导致双方承受资金 就业市场等方面的巨大损失 俄希望俄欧关系 尽快实现正常化 普京在谈及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时说 俄经济已适应外部冲击 俄罗斯卢布更加稳定 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减小 俄罗斯拥有世界领先的数学科研水平 数字科技 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明显 目前已在金融无人驾驶等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联合国安理会19号召开伊朗核问题公开会 与会的伊朗代表表示 美国在要求与伊朗对话的同时 又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 伊朗绝不会迫于威胁与美方磋商 美方必须做出决定 要么放弃外交途径继续极限施压 要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联合国负责政治和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 对美国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并重启对伊制裁等举动表示遗憾 在欧盟和德国的斡旋下 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19号在柏林 就俄天然气过境乌克兰达成原则性协议 俄乌双方代表还将就协议细节继续谈判 并在得到各自政府同意后履行签约程序 乌克兰是俄罗斯向欧盟出口天然气最重要的过境国 俄乌两国天然气过境协议即将于12月31号到期 两国之前已在欧盟斡旋下进行了多轮谈判 意大利警方19号开展大规模打黑行动 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等地逮捕300多人 其中包括黑帮成员公职人员等 意大利警方表示 此次行动的打击目标是盘踞在卡拉布里亚大区的 黑手党组织光荣会 同时在该组织势力涉及的其他大区也实施了抓捕行动 德国瑞士和保加利亚的执法部门 与意大利方面实施联合行动 也抓捕了一些嫌疑人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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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